哈喽大家最近几天呢是陆续到了一些推理啊 还是我觉得挺赏心悦目的 我拍了一些照片 整体下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推理有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看到整体它的设计的方法 能看得到吗 能看到这个图案吗 对是两只豹子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呢 有一些鸟啊 那可能豹子我认识 但是什么鸟我就不认识了 以及是什么花呢 统称都是花对吧 然后背面呢是这些蓝色的 蓝色的小猩猩 丛林之恋这个系列应该是叫这个名字 同样一个系列的呢 还有这样的一些图案 有点像彩虹图案的 我觉得这个像搭配午夜蓝啊 或者是深色系的包包 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这只也是很漂亮的 有些渐变颜色 橘色呀 像这种黄色 这些棕色褐色 暗红色都有了 还有一些其他更清新一些的颜色 像这些 像这些的话图案可能没有那么多 可以跟大家聊的 因为它们本身都是有各自的系列 只是我没有那么了解 那丛林之恋是因为是近年份的 好像去年今年才出现的 所以会相对了解一些 那这几条呢 就是整体就是像这类活泼颜色 或者这一类的纯色 加上一部分的点缀 那我们也是给大家 做一个和包包之间的搭配 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同时也是给这个包包的新主人看一下 搭配推力的效果 因为马鞍皮它的手柄还是比较容易变暗 如果想要保护一下的话 搭配个推力是个很好的选择 那这条这两条啊 是这个新主人已经选到的 那先缠一下这两条看一下 我就不直接全部缠上去了啊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摆拍 摆拍 因为这些推力来的时候呢 从他们的盒子里拿出来 我都重新全部熨烫过了 让他们会更笔挺一些 然后拍照或者上镜会更好看一些 或者到新主人手上也会更漂亮一些 像这一支的推力啊 这两支吧 这两支一样的这个推力呢 是一边呢是比较花的图案 另外一边呢是相对来说纯色一些的这种 有点像火焰菊 这个偏红色 然后偏红色橘色这样的一个效果 有这个蓝色的小猩猩做点质 这个是薄金二五 所以这个推力在缠绕的时候还是比较长的 不用担心它的长度不够啊 可以缠得更密实一些都没有问题 好的那这个就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体效果 而不是局部的去看啊 缠起来到底是手柄部分是什么样的 对吧 就是一边是彩色的 一边是像这边是彩色的 这边呢就是相对来说纯色一些 这样 那我觉得如果是搭配颜色艳丽一些的服饰的话 把这个有点接近金棕色 或者这个叫做34号浅褐色啊 这个颜色能够提色提的亮一些 薄金二五还是漂亮的 对吧 已经有朋友在让我继续留意这样的包包了 但是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好的 嗯 这是这一只 再看一下 接下来就没有两个一样的推力了 那推力在除了这一个作用之外 它作用还有很多 做发带 做腕带都可以 包括绑蝴蝶结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发挥一下 呃 那我搭配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一只 这条推力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两个尖尖的部分 呃 会稍微有明显一些的渐变 正常绑上的效果的话应该是这样 就是 我觉得像这个浅棕色 浅棕色这个颜色和这个 深一点的橘黄色 这个色温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也是没有那么跳色啊 没有那么跳色 那同时这个推力其他的部分呢 在手柄的位置上也是很好看的 好的 那这个是有点接近于美粉色的这只啊 它也是两个尖的部分会有这种青色 稍微撞色一点点 同样图案 但是不同颜色的 这个啊 前面这个就好看一些啊 如果我觉得 缠绕的更好一些啊 绑的更好一些的话 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接下来试着 缠一下这个深颜色的啊 和前面的这只做一下对比啊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前面这只还是比较成功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因为它的这个标签还在 所以没有办法缠得很紧 深色的缠上来好像也不错 这样能看得出来吗 它虽然不是在前面缠绕的 但是呢 能够和颜色做一个搭配 大家看一下 深色的一些啊 深蓝色 同样的图案 不同的颜色 和前面这个对比一下 可能是因为有接近的这个色温吧 我觉得前面这只 整体来说 搭配效果还是很好的 接下来的搭配呢 这个就会相对的 清新和沉稳一些 那这个呢 会活泼一些啊 颜色会更亮丽一些 我们搭配一下这两只 看一下什么效果 今天缠绕推力 就没有办法戴手套了 所以 这个大家不知道会不会看得不习惯啊 觉得怎么不戴手套啊 好的 整体看一下 我觉得也不会差对吗 一个类似于天青色这样的颜色 然后搭配了很多这种彩色的气球 那一路缠过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半边就是蓝色会露出来 因为它这个独特造型的原因 它一边是彩色一边是蓝色 所以缠绕出来之后 一边就是 对这样的蓝色 另外一边呢 就是这种很碎的彩色的图案 拼起来的啊 可能因为是气球所以就是这种椭圆形 那前面这个呢 算是气质色啊 沉稳一些 以及两个角的这个颜色 呼应的还不错 和这个包身的位置呼应的还不错 但是呢 感觉上好像没有太多的特点 就是会觉得很沉稳 那也许搭配的就是一些更加气质 有气质的这样的服装 职业装 后面这个推力如果是反过来绑的话 应该会有另外一个特点啊 它是黑色和各种彩色的 那最后呢 是这两只扑克牌的 我觉得像这两只的话 应该会搭配 稍微艳丽一些的衣服 会好一些 那这两个图案其实也是蛮经典的 在推力的世界里面呢 经常看到有这个扑克牌的图案 有的时候图案看起来是方方正正的 对吧 但是呢 实际缠绕下来呢 会是另外一种感觉 像这个扑克牌 如果铺开是一个样子 绑上之后呢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样子 橘色和红色 金棕色和橘色 我觉得还挺搭的 像这样的推力呢 其实正反面都可以 都可以绑一下 都可以搭配一下 这个反面呢 会是这样的 这样的点状的这种图案 橘色的 橘色和线条啊 有一些线条 那背面呢 是红色 红色和这些方方正正的线条 换一下 给这只鳄鱼皮的包包也简单搭一下 我们尝试一下刚才的那只 我特别想尝试它 就是这只 其实它本身就有这种五叶蓝的 这个颜色的元素在上面 可惜上面有标签 没有办法缠得很稳固啊 那鳄鱼皮 它的这个皮革也会比较滑一些 所以缠的时候 大家要缠扎实了 这个是柏金三菱 所以说它手柄也会长了很多 需要大家去把握一下它的长度 这个真的是 搭配出来的啊 没看到 本身这个包包就是很好看的 这种深蓝色 就是在阳光下会显示蓝色 在晚上可能会觉得是一种黑色 然后因为鳄鱼皮它会有独特的这种亮度 和这个丝巾的这种 牙光的亮度 再匹配一下 我觉得真的很成功啊 那再搭配一下这只 这只上面也会有一些蓝色的元素 我们看一下搭配一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也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不错呢 就是这个深蓝色会多少会觉得有点过冷的色调 加上这样的眉粉色吧 眉粉色过度一下 让它柔和一些 同时这个也缠绕一下 试一下 一边是橘色 一边是豹纹 扑克牌 我们搭一个正面搭一个反面吧 正常使用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这个 上面的这个水洗标去掉啊 去掉之后反面就能正常使用了 腿里刺激因为它的材质的原因就像它的皮革一样啊 就像爱马仕的皮革一样 材质非常非常好 所以做出来之后这种高级感非常强 也许在拍照啊 或者搭配上面还是很厉害的啊 我真的觉得是战斗力爆表 简单缠一下 大家凑合看啊 大家真的是要多担待了 没有办法绑 这边呢 这边呢 是用橘色的这个背面啊 是一些小点 是一些 梅花呀 这些红桃啊 这些图案 那正面呢 是用的是扑克牌 这个推理图案的正面啊 会缠上之后 会有一些线条 会有一些方方正正的线条 和它底部的这个颜色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简单给大家搭配一下 其实不仅限于这些颜色了 我会觉得这种搭配呢 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比如说纯色呀 线条啊 这种点状啊 互相颜色之间 它搭配出来的整体的效果 等等等等啊 希望呢 能够给大家在搭配方面 有那么一些些参考 那我的视频也没有白做 对吧 感谢收看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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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